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要为您带来的是由联校对阵Master 在之前联校是刚刚跟Master下过了一局之后 这是接连向Master发起的第二盘的挑战 可以说第一盘下的是有点结果不尽如人意 所以我们也想看看第二盘它会不会有一些想到的置敌之侧 剩下了一个幕外 幕外下完了又守了个脚 这个应该说还挺有意思的 一上来就先把自己的脚先守住 看看对方对方走的是对小木 两个脚对着了 挂 可以说这样子的一个布局的格局 就是使得某一方想要形成大模样是很难了 大家这个因为已经打散了嘛 没有形成一片空的这种可能 接下来呢这个棋 白棋下的挺有趣的 直接坚定了跳 可以说是超级的务实主义 超级务实 那黑棋呢如果说连一个片 我估计它是这样想的 如果你要连个片呢 我就可以飞 压缩你 所以连校他这个时候就没有去硬 他也走这个 可能他也 因为刚才一局的这个经验教训吧 他就觉得也许出其不意 反而是置敌之侧 就是你想让我下的 我偏偏都不那么下 靠压 嗯 跳过来进攻黑棋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双方就要展开攻防战了 攻防战 我们看看黑棋呢 嗯 连校的特点想必大家也都知道啊 就是力量大 喜欢作战 他这个时候的想法一定是想 可不可以啊 通过这个作战呢 把攻防后保给转换了 就本来应该是白棋攻黑棋 如果呢 我在这个地方用的 就是 呃 条件比较恰当好处的话 可以变成我攻白棋 那这起黑棋就成功了 那白棋就相当于落后了嘛 落空了 那有没有可能这样实现呢 走这个 其实这个时候很想啊 第一杆大概就是 这个或者这个 呃 想要给他 把他的头背过来 嗯 连校实战是非这个 他可能觉得 如果你爬完之后 我也许可以在那边继续定型 但这个棋呢 Master没有这么下 走的还是很 大局的 走到这儿 那你现在不能脱先啊 下一招 对方一走 这棋就已经被封住了 要逃 他就继续跳 走的呢 堂堂正正 非常的 很稳当 那如果黑棋要吃他 比如说走这种 比如说挡住 其实这个地方 还是有余味的 也有人是吃在这儿 总之呢就是这个脚里 你把我吃是暂时性的吃掉了 但是还是有些借用 嗯 但是黑棋现在呢 他也没有在这里下 他觉得 这个地方好像看起来 自身的也比较薄 所以他呢 又补了一个 白棋来了 这个地方白棋的手段 是靠了一连班 其实我们看Master的棋 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学到 不少这种实战常用的棋型 因为他的运用 比我们正常来说的话呢 犯错的少 所以有的时候看他下这样的棋 就是像教科书一样的那种定型 看这个科尔联班是 如果说见过大家都见过 但是呢 你真的运用的时候 其实用的人很少很少下过 比如这时候粘的倒是有的 你如果走过来我跳出去 但他现在这个明显比那个粘的 要求的效果还要好 黑棋如果从这吃 可以 但是你需要做一个决断 因为我一旦活了 我们看 白棋一旦活了 黑棋 这地方明显有一个冲啊 那你是不是还需要再补 那你这个就是要下一个决心嘛 你在这个快棋的当中 能不能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就做这个决定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他靠联班的时候呢 这个 联校 其实他也是很钟爱实地的一个棋手 所以他把这个棋就吃掉了 但是真的这个棋 把这个吃了 目前就是好像不觉得差别在哪里 但是未来会发现 他这个比单纯的靠了沾这样子啊 比单纯的这样 味道多了很多 这也是后来黑棋在这个局部 一直在反复的这个投入子力的一个原因 就是好比现在这样的时候你是搬的 我们发现了吗 这就相当于这个棋型 你肯定应该长啊 结果你搬 那这棋下的就薄了 嗯 形成这样子了之后 逃出了 黑棋来利用这个先手 好 下的都很紧凑 这个黑棋 在这一带没有什么应手了 因为你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这个 你如果再在这继续去纠缠 我们假设走一后手 那这被人家跳出来这棋 基本上你已经 就是失去你自己的方向了 可能节奏已经就乱了 所以保持自己的节奏呢 肯定还是要把这个棋先封住 这边暂时它打完了打你就粘 它倒是也没有什么特别严厉的手段 白棋呢贴一个 贴一个也很有趣这招棋 我们看 贴在这儿 贴在这儿 肯定是先手了 你这时候不硬不行了 不硬这边一打打死了 就先手 你必须得硬 实战呢它是把这个提掉了 这个硬也是很苦闷啊 你硬在哪呢 刚才你如果硬在外面 这个打死先手 差木数 你现在硬在这儿 可是被它搬一下 这个外围的厚薄也差了 粗粗一看呢 白棋已经提到了这边 全线联络的这个效果了 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走成这样了之后呢 这个白棋又像个泥鲲一样 下得很滑 哎 它又回去了 哎 这个地方 这个看着也很有意思 大家很多时候呢 最先考虑的都是 我能不能跟它冲断 冲断不能成立 然后再去考虑其他的啊 或者是 建议下了 或者怎么样 非个的思路呢 应该说也会有 但这种念头都是一闪而过的 总觉得好像不满意 嗯 但是 现在我们对于这个木树 有了全新的认识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把对方的木树挖掉 你不只是挖掉它的木 同时你自己也有增长嘛 你挖掉的木 它就再也增长不出来了 所以像这种棋 对联系要这样 钟爱实地的这个棋手 其实它是很痛的 被挖掉这个 它肯定要在其他地方 想办法用墙 现在局面就是这样 它如果不点这个33 基本上这棋 木树上是追不回来的 是这样冲 但是我们发现 现在黑器又花了一手棋在这儿 这一袋 黑器已经投入了 太多太多的子力了 又提 又冲 人家都不应你 白器根本就不应 白器这块器活了 安定了 这块器投在外面 你也分不断我 那你吃我这个 我都无所谓 你想吃哪个给你吃好了 这也是它这个飞回来 看上去有点不肯 比较隐忍 从二路回家 但是实际上它把根据地夺掉 这个也是特别关键的 嗯 定型成这样之后 走成这样 管一下 白器的速度非常快 根本不应你 它也不会跟你这块器纠缠 就你这块器 这到底是什么呀 它也不跟你纠缠 我也不攻你 我也不动你 就放在这儿 然后呢 走自己的速度很快 解散散了 这个时候是 我没有办法忍耐了 因为实控的其实这个差距 现在慢慢的已经体现出来了 可能爱好者的时候 不太清楚形式判断怎么回事 其实最简单的一点 你就看你下过多少个 就像这种器 在里面里面里面走的器 这种器走多了 你的效率不可能高 那么你效率不可能高 也就证明你的实控也不可能多 其实有的时候形式判断 特别精准的是很难做到 但是粗粗的 就是我们说的毛咕咕 粗粗的去判断一下还是容易的 白鸡顶 这又是一个势于地的转换 就是你得了地 但是我们看 白鸡现在全厚了 黑鸡这几个子飘起来了 变成了一个骨骑 这个将来就是一个负担 继续 这些呢都好像差不多 黑鸡这一串的目的呢 其实他是想 大家注意啊 他想用这个粘鲜手 好把它挤死 就是来吃白鸡 所以他下的有点损 但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用 当他搬这个的时候 对方先搬好期 你只要走这个 他再一拐会 本来刚才他是想的冲出来 但由于这个搬是先手 现在也没用 所以他就 哎呀 所以这地方又被白鸡给补了 白鸡看的还是非常清楚的 那这棋黑棋我们看看 又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孤棋 白鸡呢都走在石地上 看上去啊 这个棋 黑棋这块也是 但是依然就这个 这个孤棋的这个 没有解决掉 这一块 我们看现在也是 这再被走几个 可能就会自动死亡 像这种棋都不用吃他 自动就消失了 所以下团现在这样子 应该说 黑棋已经很难了 因为白棋走的棋呢 都有价值 他就在这中间走 他把自己走厚的一个价值啊 现在走这个 一方一瞄这边 一方一瞄这边 这个黑棋有点惨不忍睹 因为他这个挤是先手 所以他这暂时呢 没关系 里面走 走的都很稳健 嗯 他也并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 就是在缓缓的瞄着你 像这样的棋啊 是最为难的 因为你走什么棋 都是单关 你老得 防着他 可是实际上呢 人家走的棋 效率都挺高的 嗯 现在再挑这个 回补了 轮到了黑棋 黑棋真的是头疼啊 这块棋其实也没有完全火 你需要把这个提掉 这棋才完全火 但这手棋现在你还没有呢 嗯 所以他实战呢 是在这边有交换了几个 小套 大飞 把这个棋子收掉了 嗯 行事还是很难的 因为 就是你走 比如说你在这边抢任何的棋 但是就是大厂 你都要顾及到你自己这块棋 还没有完全活的这个 这个很命运就很难走了 他实战啊 他走这个 但是 这边一靠 白棋就顺势下 你现在这个长就 分分钟就要出事儿 你不敢走的太过于 就是撑 过于满 不过呢 这个Master也是一向就是这样 就是他觉得够了 他也不会下的很凶 给你活 也都走的很温柔啊 就是 沾上 跳 他也就无所谓 简单的自己走一走 其实当白棋下这种棋 开始的时候就知道 这棋 黑棋肯定已经没有希望了 黑棋这一长串的单关 他这个 是根本没有任何效率能去找回来的 还是前面的问题 应该说Master这款棋 也是展示了非常高超的 这个实力 那么也是最终啊 白棋中盘获胜了 这盘棋啊可以说是千呼万唤之中啊 柯杰终于登场了 他的这个网络的名字 叫问别 可以说从当这个 AI被大家所熟悉之后啊 其实这个时候呢 还有一些人在猜测 就是他到底是 是不是谷歌公司弄出来的AI 也许会是一些其他的 新的出来的这个围棋的人工智能啊 但是实际上还是谷歌公司的这个 阿尔法狗的这个团队可以说是目前实力还是最强的 所以柯杰对上这个这个Master以后啊 其实大家真的觉得看点是很多的 现在下了四手棋 第五手棋呢 这个Master走这个 嗯 不是很寻常 这招棋 走在了高位上 挑战一种新的下法 然后呢 手脚 手脚的时候呢 黑棋呢 有尖冲 这几个下法都显得很飘逸 不过这个确实也不是Master的首创啊 这个尖冲很 很早之前 柯爺就特别喜欢用这个 煎冲完之后 没有马上去硬啊 这个棋 可能 爱好者朋友看一下 觉得现在这个局面 确实有点迷茫 不知道该走哪 他实际呢 是连了个片 煎冲了一下之后 连了个片 之后 翻 嗯 面对这个我们 就是人类已经下的 真的是下的不能再多的这个变化 就是搬下来 然后粘住 一系列的变化 这个Master从来都不下 他基本上要么去脱线 要么呢 就是拐一下 就 简明了 所以也有人给他的这个棋风 做一个很 简短的一个评价 就是大到至简 就什么复杂的变化 他都拒绝 拒绝 他指下最简明的 指下看得清的 嗯 现在这样呢 就是走这个了 然后呢 他又回到这一条 糊下来 双方呢 在这个地方 这里黑棋脱线了 那这里白棋也脱线了 所以这个糊下来了 接下来呢 这个局面 其实看看黑棋的这个模样啊 也很可观的 所以白棋呢 也是要考虑 哎 进去 黑棋接下来挂脚 小飞 黑棋这周走这个 哎 这招棋又是一个很 有 很有意思的一手 因为他的下一手棋 其实也就是 当他走了一手棋之后 他产生了两个好点 这样的棋呢 我们就说一般都不会是什么坏棋 产生哪两个好点呢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进角 看白棋怎么样选了 白棋实战呢 选择夹击 客界采取的是积极主动的应对 他就自然的了 他就是要露这个 小尖 跳起来 这边呢他现在没动 黑棋就没有动 刺了一下之后呢 回到这个丁 这个丁其实是特别大的 比这些样的棋 应该来说都会效果好 因为你走完这个 他其实一拖还是可以活 那你将来还是需要 花一手棋去吃它 那我如果先走到这了以后 将来随着外面的变化 也许我不是在这吃了 我许大吃或者是怎么样 效率比现在这个要高 所以守住脚 先把地拿住啊 这个手中有量 心中不慌 这个非常大 黑棋呢 依然是孜孜不倦的 在这个脚上行棋 白棋抢了一个极仙 这个是俗手 因为把你之前这个字 给撞 撞没了嘛 撞伤了 但是他现在为了 争先手 刺一下 他就是说 我这棋已经活了 好 走到这 应该说这个布局 科技下的还是很奔放的 下的 确实是感觉上 白棋还挺不错的 这招 这招感觉都有点呼应 下的 接下来 这就是完全是 一看他就是人工智能下的棋 他就是把所有的 减脂都减掉 因为现在他们这个 科技在发展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人工智能用的呢 是这个 全新的这个技术 所以他的这个减脂的这个 新的技术以后 就水平提高的就非常的快 所以他有的时候老要把这些变化下掉 因为他不下这些变化呢 对他来说 计算量太多了 他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这个 对于思路的减值 就是把一些不必要的 他就可以 不去考虑了 然后呢 选择减明的 现在他是走的这个 嗯在这里 先冲 这招棋呢 后来啊导致了一些的变化 现在我们先说 科技实战这个爬呢 大家觉得有点问题 嗯这手棋 嗯怀疑他有点中了对方的圈套 那可能 走在这儿会好一些 也许也许会好一些 实战没有实战是走这个 那么 呃黑棋没有如这个 可能意想中跳一个 黑鞋走在这儿了 这手棋确实不错 很漂亮 因为你现在分不断他 这就是他这个尖冲的意图 你搬我一段 这马上涉及到一个针子 这就要针了 这他实战呢也是 可以说也不甘心 就是单纯的补吧 就跟他作战 这一带的变化 进行到现在呢可以说是眼花缭乱 但是大致呢有一个 就是大致的判断 就是这期基本上是要转换了 白鞋呢把这两个子吃掉 黑鞋呢他这两个鞋 你是吃不住他的 那么吃不住他呢就证明你这几个子 就进入到他的包围圈里面了 所以实战下也就没要 就没法要了这棋 这块只要黑鞋一活 白鞋可能就只好棋掉了 这样这样的棋也是挺讨厌的 考验你 如果说从木树角度 那肯定应该是猴一个 可是如果说从味道的角度来说 这也许还有棋呢 所以就拐一个 但是呢木树是烧亏的 所以科学下的很大局 在这一个交手当中呢 其实我觉得倒是也还好 就是有些棋手认为说 这个棋白棋亏了 这个转换 这个转换 黑的得了 但我倒不觉得 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加 就是这个局面更加多的 还是要看后面好坏 就现在这一打入 其实也非常严厉 如果黑鞋在这处理不好 处理不到位的话 其实黑鞋也很困难 这其实这几个子都发挥作用 对于这个威胁这块来说 所以现在他就打入了 好 这 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也想不到会下成他们后来那个样子 后来真的是下的 下的很精彩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冲 断 尖 那如果现在黑鞋去吃这一个子呢 肯定是白棋的意想图 最好 但是白棋 黑棋这个地方下的 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精彩 就粘 哦在这个之前先把这个交换一下 这样 然后再拖 它使得自己变得其实挺轻的 黑棋说我如果能逃就逃了 逃不了它也没关系 我们看一下这棋 黑棋竟然还先手做活了 这地方它已经脱先了 把这个小尖串 你是拐一个先手 那没关系 我一走就活的 哎 那下成这个现在这个局面的话 我们就看白棋这个棋 其实也没有完全活进 但是你现在如果说你还在这走的话 这个一旦被黑棋封住 我们看一下这整体 全部都是黑压压的一片了 这个中央 所以白棋呢也 等于说这一串 其实等于是失败了 进攻 进攻的比较失败 自己走的比较重 然后呢 人家已经活进了 先手已经活铁了 这都活好了 所以只好跳出 跳出但是付出代价呢 就是这个地方要被 这个被一丁 现在这个棋我们看一下 白棋的眼形 已经是出现问题了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 你这地方根本就没棋 你靠这个它可以一冲 这里先手 你这断不了 它之前走的籽都有用 这一下白棋可是为难 你不敢跑了吧 你再跑人家一飞 只有可能越死越多 当然柯姐也 也是下的挺不错的 她这时候呢 想到的是 可不可以 就是迂回的来解救自己 这个棋 所以它实战呢也是 下出了这个 在这一袋啊 下出一些 看起来 也是煞费苦心的棋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时候 先跳这个 意图呢 就是我要吃你这个 你得先手走 再一飞 什么意思 如果我这一袋走的籽多了 比如这一边都有籽了 我有可能直接一飞照 把你这个照进来 反攻倒算 它是打着这个算盘 但是呢 这个 马斯特看的也是很清楚的 一看这样 好 飞死 啊 想成这样的 形成了一个转换 这个是一个 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定型啊 下成这样了 居然 本来这边全是白棋都死掉了 现在一转眼呢 白棋把黑棋吃掉了 上边呢 本来是白棋打入进去 要吃黑棋的 现在一转眼呢 黑棋把白棋都给吃掉了 那也是看的人很刺激啊 这个变化 没有马上长 其实长也是他的权利 那么之后呢 其实这个棋啊 呃 马斯特就影下的很缓了 呃 甚至可以说下的非常的缓 有很多地方 局部的一些计算 他都 呃 并不是怎么下的精妙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走这个 呃 他走这个 科捷 先把下面走了 嗯 点了一下这个地方 之前刺了一下 之后就这个 脱 这个是坚决不能给活的 所以你走我就都吃住 看着味道不太好 但是其实也没事 他就断一下 这个很损 但是他也觉得没关系啊 走到这 安全 就这边你彻底的活不出来 这是一个 就是我们是刚才也介绍了 他走的是这 他是一个简直功能 就让他 把这个棋越来越清楚 人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人是 搞不清楚的时候 有的时候 往往会选择错误 然后下错 但电脑不会 他这个 一旦这种 呃 局面被他看清了 这棋就已经 很难再去逆转了 啊 我们看一下像现在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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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棋把这个走了之后啊 可以说 这棋 这边现在全都是黑棋的空 基本定型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说 这个棋他已经 就是对他来说判断赢就 够了呢 是 是基于什么呢 就现在这个棋 其实有一定啊 呃 实力的爱好者都能看出来 这棋黑棋肯定可以沾 嗯 下面你是可以把我搬啊 底下没有眼 但是我这打吃了粘上 是有一个眼的 你也没法破我 你冲我一下 这地方欠了 就是 具备一定实力 我觉得可能业余 不用很强的爱好者 都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呢 这个master他就看不出来 而且他补棋呢 也很奇怪 这里是死棋 那么你说补棋 肯定木树应该补在这 对吧 死的地方嘛 我补在这儿 我的木树是最多的 确保我也是活棋 可是他去补在这儿的 嗯 这个 应该是他自己搞不清楚 他还处一种 搞不清楚的状态 让他坐在这儿了 还是他这种细节的地方啊 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但是不影响他获胜 全局来说 白棋还是好很多 就黑棋还是赢很多的 嗯 所以这盘棋最终呢 也是 再下了一会儿呢 这个 最终黑棋呢 是5.5目获胜 但是实际上啊 这个很早 这棋已经没有悬念了 所以这盘棋呢 就给您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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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